紧接上集 我被层层剥削后 拿到一笔不算多的马内 事情结束过后 跟老万叔血管后勤 却发现他行尽可疑 也只会摇头点头 你到底听懂没有 懂了进仓库的全部物资属于园区 每一颗螺丝钉都要记录在册 月底各部门取货量和仓库物资 消耗清单要对上 否则会很麻烦 你小子学得挺快 打牛你听懂没有 就是记录好进出仓库的物资 似乎也没什么毛病 今天就到这 我得出去一趟 老万叔什么时候叫我精华部分 急什么慢慢来 以你现在的水平 出手就得被逮住 你知道被逮住是什么后果吗 一枪崩了呗 也倒不至于 最多卖给零件上 不说了我有急事 什么急事 我陪你一起去 老万叔没理会我 使我觉得愈发不对劲 感觉他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万主管一天往外面跑好几次 这应酬挺多的 谁知道呢 兴许在外面养了人 可一天几次扛得住吗 怕不是遇到麻烦了 麻烦这种可能性最大 可他能有什么麻烦 大牛跟我去仓库兑物资 我突然想到一些事 拿上物资清单在仓库比对 真被我发现问题 大牛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少了一批设备 数字太过复杂 我算不出来 还吹牛说 你是你们村的第五个大学生 把清单拿过来 我当时吹牛的 我也没有媳妇怀孕 我拿到大牛的物资清单 再抽出我手里有问题的清单 大概算了一下 少了大概八十个的物资 老万叔想做什么 这么明显的漏洞 真不要灭了 还可以这么玩的吗 守着仓库不得赚好多码内 大牛关于仓库的事 你在任何地方都别乱说 尤其是这批物资 十三哥我不傻 他们都说我光 其实我机智得一批 你守着仓库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去见下飞哥 面对仓库物资丢失 我不好直接问老万叔 只得找飞哥请教 十三来了 昂记得是 你小子在西港出尽风头 飞哥可别提了 拿到的好处瞬间缩水 心里烦得很 老虎嘴里多事 你能全身而退已经很不错了 今天过来找我 是喝茶还是有事 我刚遇到些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仓库里的物资 打住后勤的事别跟我说 你有问题直接问老万 飞哥说得很干脆 把我干猛逼了 因为他从未拒绝过帮我 难道飞哥猜到什么事了 是嫌麻烦吗 能猜到一些 但绝不是因为麻烦 你对后勤部的解多少 可有可无吧 我觉得都不用主管 找个可靠的组长就能管 还是年轻了 老板在人区内最高明的布局 就是这后勤部 真没看出来 后勤部玄妙在哪 如今你在后勤部做事 迟早会知道的 我也是经过长期观察 窥视到后勤部正真的作用 飞哥说得我好奇心满满 我再问一个问题 发现后勤部有情况 能直接问老万叔吗 你可以 凭你和叔叔那层关系 老万已经把你当接班人了 知道老板为什么 让你去后勤部吗 我一直想不明白 飞哥有答案的话 还请直接告诉我 自己去物 不要养成等靠药的思想 飞哥说的话虚物缥缈 到头来还得靠我自己 我知道他是在培养我 随后我回来后勤部等待 直到看见老万叔 不用随时在仓库守着 他们需要拿东西 会打电话找你 老老万叔我刚对照了清单 发现一些问题 觉得有必要跟你说 仓库少了八十个的物资 是不是 老万叔知道 那是谁做的 八十个的窟窿可不小 得尽快补上 具体是谁我不清楚 但对方至少主管级别 否则没能力对监控动手脚 至于填补窟窿 我这些天一直在做 怪不得这几天总往外跑 老万叔有怀疑对象吗 没有除了你 每个人都可以 马上月底了 我得先想办法补上窟窿 老万叔找到卖家了吗 恩经济又实惠 今晚给我出去一趟 顺便教你些实用的后勤知识 夜色降下 老万叔带我去红浪呢 开个包间等卖家 十三在外面玩归晚 但不能对不起叔叔 老万叔我懂 谈价格这种小事也得自己来 为什么后勤部不夺招几个人 以前后勤部就我一个光感思练 事不多 但每件事都得自己谈 想进后勤部 必须是老板能信得过的 那大娘 没事他听你的话 而且也不太聪明 可以用来干鼓励 感觉越来越神秘了 后勤部似乎跟我认识中的不一样 这么快察觉到了 有些东西我不方便多说 能看到多少评你本事 老万叔说的十分肯定 我也不好多问 之后一个男人走进包间 老夫来了 他是我找的新供货商 往后很多物品会从他那购买 只要马内到位 就没有我搞不到的东西 老万包间里太干了 也不叫个小妹啥的 我们先谈正事 谈好后我让爱丽娜叫人进来 桌上有四十个 之前说好的货在哪 老万叔真有一套 用四十个的设备 填补八十个的窟窿 怕不是买的三四手货 我来的路上收到消息 说是设备价格变动 需要六十个才能卖 你怎么能做地气价 我们是要长期合作的 这样对戏义不好 看你的样子很急 我就这个价 老夫是个老江湖 拿捏死老万叔 而马上到月底 要核对物资清单 想再找一批相同设备不容易 我指的强出头 老万叔他有靠山吗 没听说过 似乎跟阿冷刀队长有些交警 你要做什么 我门外可是有宝宝的 我只问你一遍 按照之前的架四十个 卖不卖 不卖我这个岁数什么没见过 还会怕你更毛头小子 今天给你讲讲道理 出文反而不是好习惯 我没有再废话 上去对老夫一顿揍 只见他两个保镖进入包间 我果断拔枪 这点反应还学人家做保镖 怎么打都不知道 老万有话好好说 你劝劝这个年轻人 谈生意怎么还拔枪 劝不了这小子脑子不正常 疯起来连自己都打 这么说我至于吗 臭名声就是如此传开的 包间内闹出动静 惊动了艾琳娜 你们在搞什么 又要砸我的店吗 那总是他挑的事 你看他手里的枪 那姐我能把事处理好 不用麻烦你 你回去继续做生意吧 十三真拿你没办法 等下动情小一点 别影响到我营业 艾琳娜说完静止离开 却是吓到了老夫 十十三你就是十三 这还能有假冒的 你对我有意见 不不敢 早听说过你的大名 岛队长要叫你大哥 棱姐是你的情妇 我刚到西港做生意没多久 没能认出十三哥 设我眼下 今晚消费算我请客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这消息够业的 我知道十三哥喜欢低调 不会到处乱传的 挺别扯那些没用的 四十个的设备能不能卖 能之前耍心眼视我不对 往后我们展开长久合作 有个人罩着 在西港做生意会方便点 你的货物 是从阿棱姐的码头上案吗 对对我倒腾的 都是硬件设施 对码头依赖比较大 能解答应 先跟我合作一个月试试 回头我跟他说一声 你的货物可以长期走他的码头 多谢十三哥 那批设备给三十四个好了 剩余的算我孝敬您 不知不觉中 我在西港已经有一定威慑力了 可在大佬眼中 依旧是个小卡拉米 谈好设备的事 我们进入娱乐环节 最后运设备回了园区 叫人把大木箱搬进仓库 老万叔搞定了 今晚你可以睡个好觉 你小子够飙的 在外面名声比我好时 名声越大打得越快 还是跟着老万叔干后勤安全 安全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 就我这个位置 是全园区最危险的存在 又有什么门道吗 说出来我听听 别想着套我话 靠自己观察 我和老万叔闲聊时 大牛没忍住插嘴道 十三哥刚才蝎子 带一队内保外出 你知道是什么重大行动吗 蝎子负责调查杀手背后的雇主 如今又带大队人马外出 应该是锁定目标了 等着看戏吧 隔天我去找大牛问蝎子的事